字幕提供 單位面積又限又想有不同的功能的話 在空間規劃方面就要做些功夫 今集設計家帶大家來到御金灣的一個單位 鄰近有設計師阿邦 阿邦 你好 我是阿邦 我是羅馬設計公司的創辦人 入租行已超過三十年 我想知道現在我們身處單位的面積多大 以及間隔是怎樣 你們有沒有做過甚麼改動 少少 這個面積大約是320多尺 原先的間隔是有一個大堂門間開了一個房間 這個對於有少許改動了 其實這個單位有多少人入住 以及其實護主在找你們設計時 有沒有甚麼特別的要求 這個單位是一對年輕的夫婦處 他們的要求是屋子比較小 而想做到很溫馨和一種度假屋的感覺 其實我們一打開門進來 我就感覺到這間屋已經很溫暖 因為其實都用了相當多溫暖的顏色 首先其實都想知道這個圓關位置 例如我看到一個開放式廚房 這個是不是都是原則發展商附送的呢 沒錯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廚房其實就是單位附送的 我們都覺得顏色和款式都可以用得上 所以這裏就沒有改動過 雖然沒有改動過 不過其實始終開放式廚房 可能工作台面我見到就未必足夠了 或者甚至收納空間都不足夠的時候 然後是否其實都為戶主再花了些心思 去增加他們的避餐空間 或者吃飯的空間呢 你說得很對 其實戶主夫婦很喜歡在家裡煮東西吃的 現在原先這一個廚房的尺寸 其實就不夠用 所以其實我們就新延了一個 輔助性的酒吧出來 屋主夫婦都喜歡喝紅酒 所以其實這個輔助性的酒吧代言 除了多了很多家庭店可以放之外 其實收納都大大增加了 還有最重要就是 屋主除了有時兩夫婦自己在這裏吃飯之外 有時都會招呼家人或者朋友上來吃飯 所以這個單位很特別的 其實它有兩張餐桌 不是隱藏了的意思 是否一張就小一點 一張就大一點 其實這樣可以收起來 有用的時候又可以打開 其實對於一間家庭來說 或者對於戶主來說 其實有甚麼好處 即加入這些這麼靈活的家具 其實好處就有很多 不好處就幾乎沒有了 為甚麼這樣說呢 因為一張小的餐桌開出來 兩個人吃 其實在餐桌裏面都可以做到儲物 一張大餐桌只剪一個櫃筒的位置 如果有多朋友上來吃飯 就完全可以解決了 這裡的開放式廚房隔離 設計師就做多了個比餐空間 還有兩張靈活性餐桌 方便戶主招呼朋友 在這一組這麼多功能的櫃上面 又可以吃飯 又有一個儲物空間 其實你們在挑選顏色和石材方面 有甚麼考量因素呢 用不需要都要符合隔離開放式廚房 原汁款式或顏色都要配合呢 這個都是要顧及的 如果屋主的品味 新造的傢俬和原本舊時 不拆的傢俬放在一起的話 其實你都要配搭 所以在這裡都需要一些 磨合或需要多點溝通 然後才達成共識 現在我看到你選了一些比較深一點木色 而檯面石其實相對就淺色一些 是否都想帶回層次的感覺呢 沒錯 其實雖然空間很小 但你發現這裏家裏 其實用了起碼有最少五種顏色的木紋 只是木紋 還有一些石紋的配合 雖然說小或間屍很密集 但都沒那麼容易體驗 我看到這裏本身建了一個角樓 其實我們現在是樓梯底的位置 我看到樓梯並不像我們平時 會拉開櫃桶的儲物空間 其實你是把所有的儲物空間 都集中在這一邊 其實有沒有原因呢 其實我們不想說有些儲物櫃 是很傳統的儲物櫃 就是被人覺得很多櫃 其實有種壓迫感 我們就把這個開放式的廚房 伸延出來的這個櫃櫃 整組連上樓梯櫃 就融在你覺得它是廚房的時候 廚房就很大 但你覺得它是飯廳的話 整個飯廳就很大 這樣就是一個巧妙的設計 除了一個飾飯或儲物的空間 其實我相信最重要的 在圓關位置當然就是鞋櫃 其實如果你原積進來 其實這裏原本有沒有什麼鞋櫃附送的呢 身後面的這個其實就是原積附送的鞋櫃 其實裏面拆了它又很浪費 其實說真的都挺漂亮 尤其是它伸延到上角樓 所以我們這個就保留了 但這個鞋櫃未必滿足到客人 我們就留一個位置 讓客人自己可以買一個薄身的鞋櫃放在這裡 如果有兩個鞋櫃的話 就勉強可以滿足到屋主的要求 後面的我見到有一塊清鏡在這裡 是你為戶主設計加入 還是其實已經原先有在這裡 其實這個鏡是我們家內的 為什麼我們要做這塊鏡呢 其實這裏本身有一個大的堂門 就擠開了這間房 拆走了堂門之後 地上就會有一些老鬼 就爛了 我們就做一些厚一點的衛生 就借了它 所以這幅和這幅都是新墜的 另外就加全身鏡 讓屋主出街前可以照到全身鏡 出門口 現在我們站在這個位置 其實我看到樓底就矮了一點 但其實你在上面就做了一些圓關 就設置了一個角樓給戶主 不如我們上去參觀一下 好 最困難的地方 就是在這麼小的單位裡面 要規劃不同的空間 入門口 我們要伸延一個廚房的空間 更大一個廚房 接著飯廳 然後客廳 除了這些空間之外 還有一個衣帽間 有一個睡房 還有貓貓的活動空間 還有廳裡面有一個角樓 這些所有的元素 放在這麼窄的單位裡面 其實全部都做得到 這是最困難的 我和阿邦現在就上到來角樓的位置 阿邦其實沿著飯廳的樓梯上到來 我看到你特地為戶主打造了這個角樓 其實這個角樓是有什麼用途 以及其實戶主會想在這裡做到什麼 其實這個角樓有很多的用途 屋主有時想在家裏做下事 就會在書桌上做他的工作 所以這裡也放了一些電腦的設施 例如電腦線或一些製作 還有這個角樓 除了在書房區之外 除了有一個雜物區 你會看到 部署也會放一些膠箱 存放一些大件的雜物在這裡 萬一將來家庭成員有變 或者有朋友上來 即是宿一宵 只要擺張藏用 便可以在書房這裡做一個宿一宵的地方 還有這個位置其實是貓貓的活動區 其實剛剛提到 其實護主有養一些寵物和貓貓 其實我知道貓貓通常都很喜歡一些高空的位置 其實這個位置 譬如在選擇其他傢俬或板材方面 其實有沒有考慮到呢 有 其實有寵物的話 其實要考慮的多數都是清潔的問題 還有貓貓有時都會 八八二貓捕貓 所以這個角樓或其他地方 大部份我們都用了一些防花板 這些防花板就是防止貓捕貓的時候會刮花 很耐用 還有很容易清潔 我看到其實上來這個角樓 我的感覺是覺得好像還開揚了 如果我在這裏工作 其實可能會更加專心 因為其實這個空間好像多了一個私人空間 其實你在營造這個角樓的時候 其實有沒有甚麼要注意的地方 其實做角樓要注意的地方其實很多 除了你坐在這裏時的身高 起碼在樓下和角樓上面的空間 你怎樣分配這個要考慮清楚 因應護主的要求和身高 另外就是一個工作桌 要做幾大張 好像這些細節位 會不會很容易刮傷 所以我們這些位置做到一些斜角 另外還有一件事 如果你在角樓上面 很多人都會忽略了 就是在角樓望廊的家屋 其他地方時的視角 所以你會看到我們在角樓上面 因為是很高的地方 很多時候的櫃頂都會被忽略了 但是我們的櫃頂 全部的燈都可以做一些燈片 還有一些電缸位置 做一些收口做得很厲害 這個好處是甚麼呢 就是當有些骯髒的時間 如果你是沒有角樓 就沒那麼容易看到 但是角樓一眼就看到了 所以做到很容易清潔 所以你其他地方的櫃頂 都要很有心 很廣告 其實這裏除了角樓要注意的地方 我看到你都特意將不同的牆身 其實做了不同的顏色 還有顏色都比較繽紛 還有比較開心一些 下層的空間就未必看到 但一上到角樓 感覺又很不同 好像有些開心繽紛的感覺 其實是怎樣選擇這些兩種顏色 還有為甚麼呢 其實好像你剛才說 在家裡的下層未必會看到 但上到角樓一目瞭然 你就會看到其實兩邊牆身 我們分別用了一種橙色 和一種黃色的油漆 其實為甚麼會這樣的選擇 第一真是 好像你所說 很繽紛、很開心 但都要適合屋主的年紀 很常年輕的屋主 接受能力會高一些 我們做設計 希望會做一些特別的東西 所以屋主很配合 亦都接受到兩種顏色 證明做出來後 其實都挺配合的 我們就參觀完飯廳 和上層角樓的空間 我知道在客廳和睡房方面 你都花了不少心思去設計 不如我們下次回來 就過去參觀一下 其實設計角樓的提示 我覺得最重要是 因應不同單位的間隔 以及消防設施、陣位 冷氣機的位置 去規劃不同的設計 千萬不要做了一個角樓 看見別人的角樓做得很漂亮 自己就想跟別人的角樓去做 其實會因應不同的單位 應該是有不同的設計才是最適合的 回到節目時間 我和阿邦來到客廳的位置 阿邦,其實現在我們身處的客廳 其實連接著剛才的角樓和飯廳的設計 其實你在這裡的設計元素 是否貫通剛才的風格 其實剛才進來飯廳的位置 角樓底部 我們做了一些綁屋頂的形狀 就是想讓屋主回來 第一時間就覺得 好像去了一個瑞士式的度假屋 去到客廳這一邊 其實就貫徹了剛才圓關的位置的設計 所以客廳這一邊的梳化杯 我們做了一些屋頂紋的圖案 再加上一些木櫃 感覺上就好像去了一家木櫃 我看到其實這裡都相當多木的元素 首先我們就看看這個電視機櫃 我看到這個電視機櫃 其實在不同的色面板上 其實你都做了不同的細節 在考慮加入這些細節的時候 其實是要怎樣去平衡 或者怎樣去配合呢 其實這個電視機櫃其實都有些特色 你看到有一些通透的位置 就透過一些光線出來 再加上上下的兩個櫃的顏色都不同 我就想把這個櫃上半部分 做輕一點的顏色 做淺色一點 下半部分做深色一點 有一個強烈的對比 令到整個櫃好像浮起了 壓迫感就減低了 我看到你有一些位置通透一點 有一些位置就做了一些實門的板 但另外還有一些層架的位置 是否都方便木櫃可以展示一點點的裝飾品 其實每一個屋主都有不同的要求 以這個屋主為例 都是想像你剛才這樣說 想放一些展示的位置 但又不失一些儲物的位置 所以就會有些混合了的設計 客廳的櫃主要都是運用了木的元素 在設計上都加入了不少細節的位置 帶出自然舒適的感覺 剛剛提到 可能這幾個電視櫃的底部 通常會深色一點 其實我看到 這個最大這一層 其實就是由 角樓的樓梯底一直延伸過來 有沒有原因的呢 為什麼當初會這樣做呢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其實我們去到一個客廳的位置 你怎樣才會覺得客廳大呢 其實有時候很大的屋 有時候覺得客廳很小 其實客廳小 整間屋都會覺得洗了 這個設計其實都頗特別 我們用了一個電視地櫃 伸延到上角第一級樓梯 整個電視櫃感覺上大了很多 其實部分是樓梯 但整個廳的感覺就大起了 其實在電視櫃的對面 就是一個梳化的背場 剛才都說了 其實都加入了少許屋頂的元素 都希望回到家裡 有種度假的感覺 現在我看到你加入屋頂的元素之餘 其實還有一個飾櫃在這裡 其實這個飾櫃的設計又是怎樣配合呢 屋主除了廚房的儲物櫃之外 客廳方面除了電視櫃 就好像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放 例如吸塵機及70G之類的位置 其實這個櫃第一 它可以滿足客人的儲物 飾物 再加上打開大門 直衝客廳 在這個位置放梳化私隱都會低一點 這個櫃其實還有一個屏風的效果 我看到這邊的飾櫃就用了清玻璃的元素 為什麼在電視櫃那邊其實沒有用到 但反而是這個飾櫃其實會用到一個清玻璃的元素呢 其實這個我們叫它做屏風櫃 這個屏風櫃其實它的深度不能做太深 其實它儲物的功能都相對低 如果你用這個櫃去儲物的話 整個櫃就會很實 現在用了玻璃 兩邊可以看到展示的飾物 第一第二就可以透光 其實就是一個有考慮過的設計 其實這裡的客廳就很好 因為連接著一個露台 其實採光度我相信日後來講 其實自然光都幾充足 而且這裡的樓底都不算太低 其實在燈效方面 你又如何配合這裡那麼舒適 或者有少許度假感覺 主要不想將房子切割成很多部份 其實我想將客廳融入飯廳 所以你會留意到 在梳化背上我們做了一組燈槽 這組燈槽連貫在飯廳和角樓 將整個光線很混複地照射出來 還有這一組燈的反光位置 都是一些暖色的背板 例如木或黃色的油漆 所以照射出來的燈槽都很柔和 其實除了沙發背之外 我看到是一些飾櫃和儲物櫃 或者剛才甚至可能是開放式廚房的餐邊櫃 其實你都加了很多不少的燈帶在傢俬上 這樣加下去其實有些甚麼好處 好處就是你沒有單一一的光源 如果你有單一一的光源 其實你在使用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多陰影 四圍都是陰影 如果有不同的光源 你就會減少那些陰影 整個燈光就會混長一些和舒服一些 那我們就參觀完客廳的位置了 我知道其實在睡房裡面 你都做了不少的功夫 去為護主打造一個舒適的睡房 不如我們過去參觀一下 其實我自己最滿意就是 在一個不太大空間的單位裏面 做到兩個角樓 而且都不會覺得很迫劫 我和阿邦現在就在睡房的位置 阿邦其實現在這一間睡房 我見到你都花了不少的心思去設計 其實護主對於自己的主人房 有什麼要求呢 主人房其實是女護主比較多意見 想要一些適合女人的顏色 比較溫暖一點 最主要是舒服為主 最主要值得一提的是 之前的間隔 就是要先進入主人房才能去到廁所 現在我們將門口移窄座 就可以在廳用到廁所 主人房和主人房 兩個區域分開了 其實現在我們就先看看下層的設計 其實下層的設計很多都是一些儲物的空間 以及一些衣櫃 其實你在挑選的材質和顏色方面 雖然要配合女護主的要求 不過其實都可能要符合整間屋的風格 怎樣平衡呢 最主要我們不是用一些很誇張的顏色 都是比較舒服 自然一點的顏色為主 其實在配襯方面沒有什麼懶度 反而在房內 其實我們用了一些特色的長子 和一些比較粉色的木紋 營造了一個柔和的氣氛 適合女護主 其實下層空間 其實就是一個衣帽間 連梳妝間 所以所有的設計 都圍繞著一些柱子 擺衣服和化妝 其實在我們床頂上 其實有一個睡眠區 經過地樓梯就可以上到睡房層區 這裏睡房下層的空間 設計師就變身成為書房連衣帽間 而上層就是一個睡眠區 令到護主可以多一個私人空間 其實我看到你 玻璃元素在這間房間 其實都相對用得多一點 除了是衣櫃有青玻璃 可能我後面就用了一個磨砂玻璃 其實我看到其中一幅的長身 有部分位置 其實都有一些通透的感覺 為什麼會這樣設計呢 其實這間房子 除了這個位置 兩三個位置 都有一些半通透式的 一些木窗的效果 其實我們是想把空間伸延 即是一種未知的空間 讓人客或客人或屋住也好 他們有一種伸延空間的感覺 所以就沒有這麼大的局促感 在規劃儲物空間和梳妝桌的位置 其實是要怎樣去規劃呢 因為我看到兩邊是一個儲物櫃 而後面是近窗的 就會在一個梳妝的位置 為什麼會這樣分配呢 其實儲物當然越大越好 如果你在窗門的位置 做一些高伸的櫃 就沒有了窗 所以順利成窗 就會在窗上 通常會做一些矮一點的 儘量 比如一些書桌 或者梳妝桌 儘量拿回窗的光線 剛剛都提到就是 沿著樓梯上去 就是一個角樓睡眠區的設計 其實在規劃這個睡眠區的時候 考慮到什麼因素呢 一般我們都會考慮 究竟屋住平時睡多大床 首先一定要滿足屋住 你不能夠做完之後 放一張很小的床 那就不夠用 另外就要考慮究竟冷氣的位置 上樓梯的時候會不會頂到頭 睡覺的時候會不會冷氣直吹 這樣就很不舒服 所以我們考慮在角樓的時候 最主要都是考慮 除了樓梯的高度 就是冷氣機的位置 還有有沒有橫樑 上樓梯會不會撞頭之類 我看到你除了在一個睡眠區 放到很大的雙人床之外 其實你在旁邊 你都整了一個床頭櫃 可以比戶主可能平時充電 怎樣去構思出來 其實如果你說它是床頭櫃 它是超大的 這個走廊位置 一個木門 上面其實空間就是浪費了 其實我們就用了三圍的設計 將門頂這個位置做了一個平台 其實你可以當它是床頭的平台 在上面其實可以放到很多電器 還有一些可以放出來的屋主平時用的位置 這個位置也挺好用的 上面角樓是護主休息的主要地方 在燈下方面怎樣配合呢 主要是由和為主 我也是那句 床頂不可以有燈 因為窄在風水上 或者感覺上也不太好 所以我們都會用一些滲光的位置 因為一個上面區不需要太光 所以進角樓我們就把燈光調暗一點 就是床頭一個深光的位置 這樣就夠了 那我們就參觀完這個單位 都想問你這個單位的設計裝修 連天字傢俬一共用了多少錢 連拆東西 改建制和整屋的油漆 和一些密集式的傢俬 都是40萬左右 今天麻煩阿邦和我們介紹了這個 這麼溫暖的家 這集設計家時間又夠了 下一集設計家會繼續帶大家 看不同風格的設計 記住留意 我自己設計方面有什麼要求呢 其實在不同的設計裏面 都有不同的要求 例如以這個單位為例 有一個密集式的傢俬設計 每一個位置幾乎都有傢俬 我就希望減低壓迫感 有時可以利用燈光 或者物料的顏色 去減低壓迫感 如果你們都喜歡這條片 就記得Like、Comment和Share 還要記得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和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 還要按下旁邊的鐘仔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